台湾两名22岁的年轻男子 那么从泰国搭飞机准备要到纽西兰去 但是却当场被带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带了不该带的东西 是大量的毒品 安非他命 而在泰国对于这个孕毒的刑则是相当重的 是死刑 但是呢他们的孕费才区区 台币10万块钱左右就做了这样的傻事 而其中一名年轻嫌犯的妈妈眼面痛哭 到了外交部来寻求贤助 希望至少能够再见儿子一面 难过伤心到说不出话自己的宝贝儿子 说是要上台北打天下 但是妈妈看到脸书po文直觉不对劲 我发现他有办护照 所以我一直要他打电话回来 要问状况 因为里面讲讲不出来 我一直要问他状况 他就跟我说他在山上 双手来回搓揉 讲话声音还不断战斗 用手机通讯软体不断叮嚀儿子 没想到竟然为了10万块铤而走险 跨国运毒 22号晚间 廖姓吉黄姓男子在泰国机场转机 准备前往纽西兰运毒 遭到安检人员查获三个大皮箱 里面藏着12.7公斤的安非他命 在泰国运毒刑则相当重 廖姓吉黄姓男子最高恐怕面临死刑 目前只有生人廖姓的年轻人 外交部得知也尽全力协助家属 两名22岁的年轻人冒险跨国运毒 还可能面临死刑 为了10万块断送前程 真的毫不划算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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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